香港的文學 很多人說我們沙網 其實怎會啊 最大的作家全中國 金融制度產前我們的香港 最大的波幻小說之父 魏康就是我們香港 香港不是文化沙網 以前寫掌故的 有葉寧峰和高柏 對嗎 很多的 很多的 寫流行小說 伊達 林彥尼 文化沙網 怎麼會文化沙網呢 但這些人 都不會得到我們文化 藝術發展局的捲固 他們是靠自己 那你的藝術發展局 你要支持什麼呢 詩人 參與過青年文學獎 得獎者 我不是說那些不好 但是那些不是 震慶香港文學發展的骨幹 你明白嗎 你寫出來 你出了書 詩站 擠去假那裏 你去調查一下 你蓋了文化 藝術發展局 認知了 十本 有九本 是沒有賣 是沒有人看 是擠在那裏 一會兒就落假的 那你出來 浪費了資源 是得不到成效 那現在變成 即是呢 我給你一百萬 你花了一百萬 你不是貪污 是做出來 發出去 那我就交差了 有沒有result no 無關我的事 那一百萬 這個 這個阿莫仔 兩萬那個幾多萬 我有做啊 我沒有貪污啊 我會成績 但我覺得這些不成績 因為你完全對香港的文化 起不去到任何的刺激作用 那有甚麼用 所以現在有些 哎 你不要跟我出 你要跟我申請這個藝法局 那本書就不能賣了 我希望呢 霍先生去聽一下 是不是有這樣的言論 即是那個人就說 這本書一定是毒藥來的 不能賣的 喂 這樣很糟的 政府資助你 居然得到這樣的反應 為甚麼呢 因為呢 那些作品 脫離了社會 脫離了貧重 自以為是文化 那你怎麼搞呢 沒有用的 這樣洗證就沒有用的 沒有作用的 那你說 哎呀 問我不用作用 那不需要阿Q正傳 不需要SARS 你過來做甚麼 都問我 不用有作用 你喜歡出啦出啦 那做你做甚麼 說甚麼文化呢 不用紅牛蒙啦 不用水虎轉 不用的 沒有人看都可以的 這樣 沒有用 文化一定雅俗共賞 給人看 引你共鳴 個個都有興趣去寫 文化才會震興的 如果 究竟 那有甚麼用呢 那你問 如何令到文化小說 有人肯去做 肯去寫呢 講到甚麼 是很用足的 錢的 即是文化獎的獎金 十萬元 沒有用了 對嗎 而且 你那個文化獎的字架 要是去投稿的 好的作家會不會去投稿 所以我經常在這裏演藝呢 訪考外國或者日本 設立個獎 獎金 一年化一次 獎金要高 化了 你得了獎金 高 而這個作品 不是你們去投稿 而是有一班 真的懂文學的作家 學者也好 也好 組織一個評審團 是一定的downshow 好了 去看 譬如2021年 我2022年班 2020年尾到2021年的上半季 這一年 市面上出了甚麼小說 甚麼作品 或者是隨筆 哪些書得到別人的欣賞是好的 就將它收入 或者有人推薦 那就交由外圍的評審團 看 看完 選了五部 進來 再交由專家評審團 看 用投票的方式 選出一篇 作為那一年的文學獎 然後給予非常非常高的獎金 而鼓勵它 以及引起後學的興趣 本作品出了之後 有小說出去了 或者是賺不出去了 第一 要翻譯英文 或者外國文字 二 如果是小說 考慮 搬上電視 搬上電影 推廣 令到作家明理相收 開心 有一種創作用 後面的寫作可以戶口 寫作可以明成利袖 自然寵想之下有用 你說這樣沒有功利主義 做哪一行沒有功利主義呢 清告沒有用的 對嗎 官方自想沒有用 要用這個方法 你說 喂 那要多少錢 其實不是太多 喂 譬如你這個得獎 至少獎金 一名 一百萬 港幣 不是美金 美金更好 喂 一百萬不是多 但比你十萬 還有 有連鎖的得益 拍戲 翻譯介紹給外國 訪問 每次都令到這個作家明成利袖的機會大很多 那你一百萬 一年一百萬 哪是錢 你請那些評判來 一年都不用一千萬 你魏法局絕對負責得起 當然拍電影 很可能 有些電影公司看作 是不用你魏法局出錢的嘛 翻譯有多少錢 對吧 喂 一千萬 不包括電影 拍電影 完成一件 Good item 但是呢 它的影響力很大 可樂而不為 以前 我曾經向何局長 何志平提過的 他都很有興趣 但是結果 就被人否決了 為什麼呢 不可以這樣 每個人都習慣了 因為 那些小餅 每個人都有份 現在這樣做 他們怕他們的帽子 我建議 不切你們那份 不如資助你寫詩 資助你寫什麼 照給 也壓我多一千萬的使用 不難的 即是做一件事 不影響既有的利得 那些得者 又可以做另一件事 那他們都不會反對 當然啦 你評審出書的尺度 要嚴謹 要真的出 就不是說 我認識阿莫你出一半 我認識阿bruce出一半 不是這樣 不是唯唯唯 是真的有水準 我不反對派餅仔 你這樣做呢 霍先生 你就真是功德無良 你對香港的文學 真的有推廣 而且 你又不需要 將作品 什麼純文學 通俗文學 沒有的 文學沒有通俗和純文學之分 只是好意壞的分別 對嗎 那你夠膽說 金融的武漢小說 不是純文學 是不是 所以說 阿沈大哥 我真的不是挑戰你 不過呢 我又見到有過這樣的情況 因為我也有留意出版的情況 是 那譬如說去年 去年 就是剛才你說用一個標準 就是它那個銷量 銷量 因為我又留意到原來銷量最厲害 最top第一那些 就竟然是教人炒金炒股的書 第二第三 可能就是順著下 可能是一些旅遊那些 就是有一段時間都沒有下去 那些作家 就是一般我們認為的 比如說小說 散文 詩集 果庭 那樣 莫兄 你不解釋我意思 那時候是小說 那不是講那些炒金炒銀的書 因為文學 那些炒金炒銀 就不是文學 文學指小說 雜文 散文 詩 對嗎 那些是文學 不能夠來講 你交人實賺錢 當然好買 但那些不是文學 那些文學不是實用書 對不對 那現在提倡文學 沒有人提倡 叫人家炒股 藝法局 文化局不是做這些事 那都不能夠相提並論 是不是 我即是說 小說 雜文 詩歌 OK 是這方面 那你炒金炒銀 你說你實中 我教你的頭 馬 中的 你實好買 那些同一個 是豐馬牛不相及的 是不是 現在我們以文學 就是說 我們說 你花那麼多錢 未必是 政府已經預了花 但是我覺得 你花得有些效果 不是說 你遵從我這個方法 即刻納乾見影 老實說 如果真的沒有好作品 那年就沒有班 但是 一定在這個死水那裡 有些少許的連儀 不是馬上可以的 當然 你出一個金融就可以了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